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安静的故事 他叫做 品酒的财族 摩河兰 又是品酒又是大财族 那摩河兰是他的名字 所以就有点很矛盾 品酒的财族 摩河兰 因为我们众生一般就是很知足利的财富 我们一般以为财族是我们有者的依靠 所以郑林老师说 人生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借我们使用而已 那佛教有讲说 财产是五家共有的 那所以如果说你很有钱 那也不必太高兴 如果说你没有钱 那也不必太高兴 因为一切是五场很骗话的 所以普通话说 当用则用 当省则省 过与不及 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实行中道 那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钱非万能 但没钱怎样 不然会不会大家都知道 那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 当然虽然钱很重要 可是也要适当的使用 那所以我们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位 天地界的众生 然后他就到其宿井路院问佛陀 就是说佛陀说 诶 世界有什么东西 火烧不要 风吹不散 那大地玄伟的也不会流失 那即使恶的狗王或者道贼也抢不走 有什么宝藏是始终不会往事的 那佛陀就会来说 福分是火烧不掉的 风也吹不散的 恶王道贼 谁抢不走的 即使大地玄伟的也不会流失的 那所以福分跟智慧 这些宝藏是始终不会往事的 那有一次 佛陀在社会主流化的时候 有一天中午的时候 就是桥上佛陀的国王或是逆王 他就来见佛陀 那佛陀就跟他教徒说 到晚了都中午了 你从哪里忙忙 然后过来这里呢 他就说师尊啊 今天是为什么 有一个叫做摩克兰的大财主 去世了 他的财产因为没有儿子可以进程 那所以就是国家募收 那他刚忙忙去接收财产 刚忙忙过来 师尊你可知道他有多少财产啊 工房间就有八百万两 那白眼更是不及其数 可是你知道吗 他这个有钱的大财主 他吃的竟然是发穿了杂米粥 穿的只是 商店出马步 出马步缝成的衣服 那坐的也是一辆破旧的车子 那甚至你车子的 屋顶还是用树枝 用树叶搭成的 那不曾听说他会不是给修行者的 那也不曾听说过他会帮助穷人 其他人 他每次甚至每次吃东西的时候 都会把门关起来 为什么 因为怕穷人来跟他掉东西 那摩可就说 大王啊对啊 像这样的人 也不论他多或富有啊 其实充其量就是一个修人而已嘛 因为他过的就是像穷人的生活 所以有财富自己不用 也不给家人用 也不来给工人用 或者给亲戚朋友用 那也不供养 修行者 也用来广直福田 那如果说没有错 正当的花用 即使财富一直留在身边 如果不是照顾王 莫收 或者就是被墙 或者尾遗 水灾火灾等等之类的 或者被不孝子的继承接收 那所以 等于你被财富没有错 正当的 只能被运用 就等于没有用的东西一样 就好像 那一池干美的池水 他在无论能到之处 就是在很偏僻的地方 非常的干美 纯净 可是 没有人会到 所以就没有人会享用 那很脆肉 就渐渐的干枯 那这个又有什么用处 那所以 不是逆王 我们应该要善用我们的财富 让我们自己 让我们的家人 让我们的土衣 仆人 还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能够享用和欢喜 而且能够供养商人 婆婆们 广直自己 身边的福田 这样子的话 财富才能够成为有用的东西 而不至于 到最后的时候 变成一场风 就像池水 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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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池水一样 大家就可以享用 大家就可以得到 安乐 快乐 那又有一次 这个是相悲似的故事 又有一次 有一位 就要遇起了一个大臣 来见佛陀 他就告诉佛陀说 啊 太稀有了 这个是太稀有了 佛陀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财主 叫尼且佛 他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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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富有 那佛陀就问他说 到底是什么的富有法 这个就说佛陀 他拥有上意的黄金 那白银就是都不计计数了 那佛陀就对这个 毕杰 诶 长者跟他这么讲 他说这些黄金白银 算得上完全是 这一个人真实的财富吗 那佛陀说他不是 不是说这些不是财富 而是这些财富是 谁我恶王到贼愿敌 或基成者所共有的 这些都不是我们个人拥有的 是共有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信财 戒财 常规的财 常财 慧财 文 听闻的文 还有舌 舌财 还有慧财 这清雄财富 财是真正是我们个人的 都不会五家共有 就是信 相信的信 信 禁 禅 惠 文 舌 惠 这七种才是我们真正 可以生生世世带来着我们的财富 那这个是真正的财富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财富 因为他会跟着我们生生世世 所以有的人 我们知道是有的人 从小就非常有 他会跟人家分享 会非常的尊重等等之类的 这个就是他曾经修了这种七种的财富 这种七种法财 甚至于你这样不断的修七种财富 你可以断欲 断这种种的执着 最后可以到哪究竟解脱 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非常的有趣 就说 有一次有一个人 就像那个 是一个故事的主人一样 像天皇后来一样 他非常的坚硬 可是很习惯 他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太好 可是他改不过来 他自己舍不得欲望 也不给家人用 他更何况说故事可以成本 那他的家人 有一次就去问过 佛祖说 佛祖啊 我们家 这个主人这样子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他 不要让我牵命 那佛祖就叫那一个人来 就说 来 我教你一个 可以舍掉牵命的方法 他就说 因为我们知道 不是让他感觉 东西给别人 那他说 你先不要 不要这样子 你先 右手拿着东西 然后就 右手拿给着手 右手不是给着手 这样子 他感觉好像给自己 没有给外面的人 你就常常右手 不是给左手 左手不是给右手 然后感觉是你自己 没有什么 损失掉 那慢慢的 你在 在 不失给你的家人 从小小的东西 然后慢慢 贵重的东西 给家人分享 然后再慢慢的 不失给亲友 给穷人 然后他就是这样子 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练习 过来真的 可以舍掉那种牵 他的那种习性 那这个是蛮有趣的 就是右手 不是给左手 那所以这七种财富 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学佛 就是要多修这功德法财 而不是追求外在的财富 我在总共讲的是七种 就是信 你要相信 相信生老 相信因果 相信有文为 然后要戒 要持戒 要过道人的生活 然后有财 然后有财 有贵 然后脱经文法法 然后要舌 又跟大众分享 然后说 最后就是 永有智慧 那这种财富 是深深是 是与我们共存的 不会被其他的东西抢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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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